同学们好 现在我们来学习第十五课 教育孩子的艺术 第一部分 先看一下声词 跟我读 弹钢琴 弹钢琴 棒 孙子 孙子 寒假 寒假 父亲 父亲 好 我们来学习声词 看第一个 弹钢琴 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是钢琴 我们说 一架钢琴 一架钢琴 那么他的动作 他在弹钢琴 我们用verb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个是小提琴 小提琴 那么他的动作 那么他的动作不是弹 他是拉 拉 我们说拉小提琴 小提琴 measured 一把小提琴 把 好 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的 这是中国的鼓针 鼓针 鼓针 那么他的动作和钢琴差不多 是吧 所以我们也说弹 弹鼓针 好 下一个 棒 棒就是很好 很厉害 很棒 你的汉语真棒 好 不说了 下边 孙子 孙子我们也知道啊 儿子的儿子 是孙子 好 那么 儿子的女儿 叫孙女 孙女 那么 女儿的儿子 我们说 外孙子 女儿的女儿 叫 外孙女 好 不说了 很简单 下一个 寒假 寒假就是你们冬天的假期 假期 holiday 是吧 冬天的假期 就是寒假 那么 寒假从今天开始 就是你们冬天的假期 从今天开始 那么 寒假 有多长时间 寒假有多长时间 好 那么 它的opposite 夏天我们还有一个假期 是吧 夏天的假期 我们叫 暑假 暑假 好 那么 那么 寒假 暑假 它们的verb 我们说 放寒假 放暑假 放暑假 放啊 verb 放 那么 我还可以说 你什么时候 放寒假 或者 你什么时候 放暑假 或者 如果我只是说 假期 holiday 不是寒假 也不是暑假 只是 holiday 那么 那么我还可以说 放假 记得吗 放假 啊 好 下一个 父亲 我们学过 母亲 对吧 那么 母亲 他的丈夫 父亲 父亲就是爸爸 母亲就是妈妈 对吧 好啊 那么生词我们学完了 很简单 下边我们再读一遍 弹钢琴 弹钢琴 一架钢琴 小提琴 一把小提琴 拉小提琴 鼓针 弹鼓针 棒 很棒 孙子 孙子 孙女 外孙子 外孙女 寒假 寒假 暑假 放寒假 放暑假 放暑假 父亲 父亲 母亲 好 我们来看一个生词的练习 好 第一个 记得吗 弹钢琴 所以这个是钢琴 好 什么意思 第二个 第二个 孙子 下一个 寒假 下一个 父亲 好 生词我们讲完了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的语言点 想起来 这个起来呢 这个起来呢 strictly 它不是新的 我们学过 那么我们也学过想起来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起来 起来它是一个verb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那么坐起来 坐起来 什么意思 它的direction是什么呀 是向上的啊 up 那么原来它躺着 现在它坐着 所以这个direction是up 所以坐起来 那么还记得吗 站起来 那么站起来就是什么呀 它坐着 然后呢 你让它站着 那么它的direction也是向上的啊 那么站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句子 你这样躺着看书 对眼睛不好 快坐起来 从躺着到坐着 direction是up 好 第二个 需要长时间坐着工作的人 一小时左右一定要站起来 活动活动 好 那么它原来是坐什么呀 坐着 对吧 坐着 然后呢 一小时左右它要站着 所以呢 direction还是up啊 所以站起来 站起来 活动活动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它起来 什么起来 是一个direction 好 那么第二个 起来记得吗 想起来 好 想起来就是 recall 记得吧 好 那么它还有一个 same meaning term 是什么 还记得吗 记起来 记得吗 记起来 想起来就是 记起来 recall 回忆的意思啊 回忆 那么回忆也是 我们可以说 回忆起来 想起来 记起来 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句子 我突然想起来 得去银行 我突然想到 recall 我要去银行 所以不能陪你 去大使馆了 好 第二个 我想起来了 recall 是吧 我想起来了 刚才 不知道啊 想不起来 那么现在呢 我想起来了啊 这孩子 又聪明 又可爱 又什么 又什么 记得吗 就是 聪明 可爱啊 两个特点都有 你们教育的真好啊 那么 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语言点 起来 什么起来 第一个意思 direction up 第二个意思呢 想起来 记起来 回忆起来 recall 好 下边我们来看一个练习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当那个男孩 走过来 邀请他 跳舞时 怎么样呢 邀请他 只有b啊 他是吧 他站起来 离开了啊 那么 男孩邀请他 跳舞 他站起来 离开了 所以呢 他没有跟他一起 跳舞 是吧 好啊 第二个 你看见我钱包 放哪了吗 放哪了 c吧 我想起来了 在你的车里 好 第三个就是 a 每个人都对小时候 有美好的回忆 每次回忆起来 啊 回忆起来 都觉得很幸福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语言点 很简单 那么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课文一 先跟我读 那个一边弹钢琴 一边唱歌的男孩子是谁 表演的真棒 是我孙子 去年寒假前的新年晚会 他也表演过一次 我想起来了 这孩子又聪明又可爱 你们教育的真好 是他父母教育的好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 他父母不仅教他知识 而且还花了很长时间 帮助他养成了非常好的习惯 现在他每天都自己练习弹钢琴 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 实在太重要了 看来我得向他父母好好学习 对 如果希望有一个优秀的孩子 你就要先成为一位优秀的父亲 或者母亲 好 课文一是谁跟谁在聊天 是王静和李老师 对吧 好 他们在聊什么呀 李老师建议是吧 建议王静做什么 让孩子养成好习惯 养成习惯 Term啊 养成好习惯 王静说 那个男孩子是谁 什么样的男孩子 一边什么 一边什么 那么一边做什么 一边做什么 就是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记得吧 一边弹钢琴 一边唱歌 我们还可以怎么说 还记得吗 弹着钢琴 唱歌 一边弹钢琴 一边唱歌 还可以说 弹着钢琴 唱歌 好 那个男孩子是谁呀 表演的真棒 做的怎么样 李老师说 李老师说 是我孙子 是他的孙子 是他儿子的儿子 对吧 去年寒假前 去年时间 寒假前也是时间 从大到小 去年 然后什么时候呢 寒假以前 的什么 新年晚会 好 在这个时候 他也表演过一次 一次 once 对吧 表演过 这个过 是past dance 后面 我想起来了 就是 我知道了 这孩子 这个孩子 又什么 又什么 又聪明 又可爱 他不但聪明 而且很可爱 是吧 好 你们教育的真好 又是啊 做的怎么样 教育的真好 李老师说 是他父母教育的好 好 他就是说 不是他教育的 是吧 是孩子的父母教育的 父母 父亲和母亲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 他父母 好 教他什么啊 不仅 教他知识 而且怎么样 还花了很长时间 花时间 记得吗 花 花时间 花了很长时间 做什么呢 帮助他 帮助谁 做什么 帮助他养成习惯 什么样的习惯 非常好的习惯 那么养成后边了 还是past tense 啊 好 花了很长时间 帮助他养成了 非常好的习惯 现在 这个孩子 做什么呢 他每天都自己练习 弹钢琴 啊 好 练习弹钢琴 王静说 让 好 让谁 做什么 让孩子养成习惯 什么习惯 一个好习惯 怎么样呢 实在 真的 太重要了 太什么什么了 啊 好 看来 看起来 我得向他父母 好好学习 得 这里边是一个verb 必须 是吧 向谁 学习啊 就是跟谁 学习 学习谁 那么向谁 学习啊 向 后边啊 人 他父母 就是孩子的 爸爸和妈妈 好好学习 李老师说 对 如果 什么什么 就啊 如果希望 有一个优秀的孩子 有一个 很好的孩子 你就要怎么样 先成为 成为 变成 啊 become 一位 一位 way measured for respect 一位 优秀的 父亲 或者母亲 好 这是我们的课文一 我们再读一遍 那个一边弹钢琴 一边唱歌的男孩子 是谁 表演的真棒 是我孙子 去年寒假前的新年晚会 他也表演过一次 我想起来了 这孩子又聪明又可爱 你们教育的真好 是他父母教育的好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 他父母不仅教他知识 而且还花了很长时间 帮助他养成了非常好的习惯 现在他每天都自己练习弹钢琴 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 实在太重要了 看来我得向他父母好好学习 对 如果希望有一个优秀的孩子 你就要先成为一位优秀的父亲 或者母亲 好 看一下 这个问题 王静以前看过李老师孙子的表演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看过吗 我们看王静说 那个一边弹钢琴 一边唱歌的男孩子是谁 表演的真棒 他说是我孙子 去年他也表演过 王静说我想起来了 所以他以前看过吗 看过 是吧 因为他说他想起来了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因为这句话 他说他想起来了 第二个问题 怎么理解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 这句话 我们先找到这句话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 在这儿呢 好 那么怎么理解呢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孩子 因为他的父母教他知识 而且还帮助他养成好习惯 所以孩子又聪明又可爱 对吧 所以我们说有一个总结 一个summary是什么呀 在这儿呢 是吧 最后一句啊 如果希望有一个优秀的孩子 你就要先成为一位优秀的父亲或者母亲 这样呢 你才能知道怎么把孩子教育得很好 而且呢 孩子也会向你们学习 对吧 他会跟父母学习啊 所以呢 我们说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 好 那么第一部分我们就学完了 请同学们回去好好复习 好 谢谢同学们